市場對中美貿易戰最新的發展 有沒有觸錯用神套入主觀意願 而有不必要的樂觀期望 似乎就明顯不過了 再者 股市不明朗因素 除了中美之外 還有強美元 高債息兩關都沒過 更何況中美貿易戰博弈 都說不上是雨過天青 外界 以至官媒 個別就形容中美達成協議 遞造雙贏 似乎來事實有點偏頗 白宮經濟顧問傅德樂就說明 根本談不上是協議 除了兩國一份聯合公佈之外 就沒有其他東西 而事實上 兩國的一旨聲明 一早就被歸類為聯合共識 講白一些所謂的贏 很大程度上在既定框框之內 為雙方提供各自表述的空間 雖然為首 用中國承諾 加大向美國進口 發掘的受益股 實在是摸不著頭腦 二千億是否屬實呢 從美國幾大官員的子女行間去看 似乎是確有其事的 但是中國無意白紙黑字的承諾 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鷹派代表羅斯即將仿華 中國想買更多的高薪科技 用意就明顯 但是美大已經升級 做國家安全範疇 談何容易呢 無音只是將談判結果形容為on hold 爭拗只是中場休息 中美誰是贏家呢 美國政界認為美方讓步 美國是輸家 有趣的在於不計官媒在內 內地的評論普遍都認定 中國先輸一回合 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提出加大向美國進口 對美貿易順差收窄 數字上美國是佔了著數的 第二也是最核心的 中興問題就沒有一併解決 執法問題而並非貿易問題 這一句可圈可點 雲雲大行的分析當中 高盛都叫做有些水準 以股漢金簡單直接表明 美國就貿易不平衡 對中國一套準則 從來都是希望照搬80年代 對日本那一套 包括逼令日元大幅升值 明顯這一套 適用在人民幣的機會是零 而基於中美價值觀 知識產權和市場定位 准入等問題 並且要抗衡大國崛起 可能美國才是最怕 中國願意達成協議的國家